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小美的記憶讓很多人很羨慕喔 你是這個星光大到第一屆 18歲就早早出道 也是星光一般第一個出個人專輯的人 你曾經非常帥氣地叫你爸媽就辭職算了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 弟弟養你們 第一個發片嘛 然後那時候拿到第一筆薪水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記得大概第一筆薪水 大概有多少 但是五六十萬是跑不掉的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十八歲 對 然後我就仔細記得 我就是那時候一開始第一個動作 就是先把我們家裡面的沙發 電視 冰箱 所有的家電都換成新的 對 然後想說換成家 就把家裡面 你還滿孝順的 我也去拿去買個什麼 自己喜歡的東西 沒有 我喜歡 就是家裡面 就是一起享受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家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換成新的之後 還有很多錢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 我可以叫爸爸媽媽 不要再工作了 所以就跟爸媽講說 你們把工作辭掉 我來養你們這樣子 對 然後結果我爸媽就也是 很乖的就是把工作辭掉 真的假的 這麼聽謊 你們覺得像十八歲的你 對啊 他們就是 就是真的把工作辭掉這樣 那後來有後悔嗎 後來一開始當然沒後悔 因為一開始也是真的 我覺得還滿算 就滿算順利的 對 因為發片 然後又拍戲什麼的 對 然後所以一切都 滿算順利的感覺 對 而且那時候其實偶爾 所以說跟爸爸媽媽在那裡 然後雖然就是跟他們 窩在一起睡覺 我是睡在地上 對 然後就可以聽到 爸爸媽媽他們在聊天 他們以為我睡著了 對 然後爸爸媽媽還會講說 我們兒子好像真的 可以養我們的耶 對 然後那時候 自己都覺得 自己很有成就感 這樣覺得自己好像長大了 這種感覺 兒子叫你辭職 我養你 不行 這個要追求自己的成就感 所以是不能接受的 你發片之後你反而覺得 唱歌變得有點討厭 為什麼 那個時候是 發了第二張專輯之後 對 第一張專輯還是滿 就滿開心的 一切都很新奇 然後是第二張專輯之後 開始慢慢地 對於唱歌這件事情 有點討厭 因為那時候開始 也有接觸到戲劇 然後我戲劇是在花蓮拍戲的 然後那時候開始 覺得一切都好累 我要在花蓮拍戲 就白天的時候 然後拍到一半的時候 我要搭火車來台北 然後錄音 然後錄音完的時候 我要搭最後一班的火車 再回花蓮 然後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就到花蓮嘛 然後六點起床舒嬅 然後再繼續拍戲 然後就是這樣子 賴賴賴賴賴賴 大概一兩個月的狀態 有時候你在那個 因為花東的火車 其實也不太好訂到票 然後我那時候 幾乎來回的時候 訂不到票 我就是睡在那個 火車車廂裡面的廁所 對啊 因為就不會有人嘛 對 然後那個廁所 也是可以坐著的 我就去睡在那邊這樣子 你好久睡外面的椅子吧 沒有椅子啊 因為沒有位子坐啊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把自己搞這麼累 對 然後而且那時候也覺得 有時候唱片公司 跟我想要唱的歌曲不太一樣 理念不太一樣 然後就想說 從小就這麼喜歡唱歌的我 我不想要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這麼討厭唱歌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發 第二張沒多久的時候 就跟唱片公司說 我要解約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 其實也是有點自負啦 也是覺得說 反正也滿紅的 應該不會怎樣 對 然後所以就 那時候好像也是 發片沒多久 然後就跟公司講說 我要解約 怎麼辦 你解約 爸媽也辭掉工作 那結果呢 後來的情況 想像中跟你想得一樣嗎 一開始那時候 你一年還是會有五六個工作 可是一年半過去之後 你那個老闆 你不可能靠那五六個工作 然後去支撐著 然後就慢慢的就 變成沒有什麼錢 然後一個月的收入就 從十幾萬開始 就慢慢變成零 就真的是零收入這樣 然後所以我還有去 一些便利商店 然後還有餐飲店 然後可是那些老闆 他們都覺得我在開玩笑 還有一些餐飲店的老闆 他想說 現在是在拍整個節目嗎 對 然後都不是 都不讓我去上班 因為他們都覺得 我就是在開玩笑的人這樣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 就覺得人生怎麼那麼痛苦 就是沒有辦法在娛樂界 然後工作 然後出外自己想要打拚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對 那個心情你很複雜 外面的人看你跟你真實的狀況 是差很多的 對 那時候你壓力也很大 你很怕有人認出你 或叫你的名字 或在路上叫你 你會有什麼反應 那個時候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我就是朋友叫我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開始 慢慢有一點人群恐慌的感覺 對 就是只要朋友叫我的時候 我就是會開始頭暈 然後冒冷汗 然後有一次我還記得 是在那個東區的時候 我跟朋友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淘氣 我只能這樣 淘氣 在節目上我只能說他淘氣 要不然我真的是很想要揍他 欠編啊 對 然後他就是從那個出捷運站 然後那時候 就站在他差不多這樣的距離 他就大叫我 盧學瑞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通常我都是 我都說我的朋友 都是我的導盲犬 因為我都是搭著我朋友的肩 然後就這樣低著頭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有人大叫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 有點暈眩 然後就接近昏倒的狀態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是嚴重到這樣 叫你名字就快昏倒了 對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我只要看到有人在看著 就對著我的眼睛 你為什麼那麼緊張 你在怕什麼 我那時候其實 就是有點自卑的狀態 因為我會覺得 我就是一個沒有什麼成就的人 然後當初信誓旦旦的 就是跟我爸媽講說 你們不用工作 然後覺得自己是一個依靠 就到最後反而自己變成 一個負擔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那時候開始 因為畢竟從學校比賽出來 然後難免就會 報章雜誌都會寫一些 比較的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太愛 太計較一些 就是比較的狀態了 你永遠都是那個 拜拜 拜拜的人 然後你就會開始覺得說 我是不是真的是 這麼失敗的人 而且我覺得可能以前 家庭教育的關係 爸爸 他有一句話 對我影響有點深啦 就是他就是說 做任何事情 你就是如果你不是第一 你就不要去做了 所以我覺得從小 我的觀念就是 我做任何事情 我就是要追求的事情 就是第一 對 所以那時候 對於自己的挫敗 有一點點不能接受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看到自己存款 已經沒剩多少了 對 然後我就吞了藥物之後 就做了不好的示範這樣子 對 然後送到醫院之後 然後那時候 原本也想說應該就是 就可以一了百了 就是反正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也是爸爸媽媽的負擔 對 我會不會少了一個 我就不會是那個負擔了這樣子 對 然後而且那時候也 就是我活過來的時候也是 醫生也說也滿特別的 因為我吞的那個藥量 其實是致死率的兩倍以上 吞這麼多 對 就是基本上應該就是 就是該死的這樣子 然後結果 那時候多傷心啊 就也沒死這樣 而且我那時候 一睜開眼看到我爸的時候 我想說完了... 我要被打了 你神事恢復得很快 沒有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有 我洗胃 對 然後就開始見到我爸媽 然後我想說完了被我爸打 什麼的 結果我爸也沒有多說什麼 但反而是他們讓我滿感動的 我爸講說 因為我們家是基督徒 對 我爸講說 上帝視你為真寶 你就是我們的寶貝 你怎麼會這樣子對待你自己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開始慢慢 就回到家中 可是回到家中 其實跟爸媽的相處狀況 也沒有到太好 因為我不太好意思 面對他們 所以就變成是 我每天也是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面 就三餐 你知道有點像是在監獄裡面 的樣子 就是三餐就是媽媽就是敲門 然後放在地上 然後我就打開門 然後吃飯 然後送出去 然後爸媽媽在收晚盤這樣子 然後頂多就是我上廁所的時候 才會經過客廳 然後看到他們這樣子 對 然後是有一次我自己 突然發現就 為什麼爸爸媽媽他們 這麼的安靜 結果我爸媽他們都在 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爸爸可能看電視 然後媽媽在看他的報紙這樣 可是以前我們家 不是這樣子狀況的 我們家應該是很 滿快樂的才對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會把自己的家裡 搞成這個樣子 而且你這麼愛這個家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從廁所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就是待在客廳 對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 跟他們有一些 就是接觸 跟他們有一些連結這樣子 你過了這一關啊 所以你願意分享 因為之前連聽你 叫你的民警都受不了 對 你今天可以這樣 侃侃而談 很棒耶 以後可以叫了嗎 可以 可以 剛剛在休息室都叫了 你不能大聲叫他民警 沒有 剛剛趁你昏倒 現在可以叫 現在可以叫 對啊 我覺得就是 至少 就現在回顧之後 就覺得至少自己在 很年輕的時候 就走過這一招 對 然後就變成是現在 有點 就是 刀槍不入的感覺 刀槍不入 我快速成長耶 也沒有快速成長 因為我也是經歷了好幾年 就是經歷那一段之後 然後也是一年半兩年的時間 然後我才慢慢的 可以接觸到人群 對 然後接觸到人群之後 我就去當兵了 因為他是很年輕 就發生這個事情 他說他現在刀槍不入了 柔軒 你怎麼看他的轉變 其實剛才聽到學瑞的故事 就看我們人生的階段 從很自負到自卑 到最後得到真正內在的自信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難得 那其實學瑞是個 很孝順的小孩 所以當他最有成就的時候 他是想要成為家裡的支柱 那沒想到到最後 也因為這一份責任感 從責任感身上去看到父母親的愛 才能夠 我覺得愛是一個最強大的力量 讓我們能夠在很失意 很痛苦的時候 找到我們自己能夠真正 支撐下去的理由 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對 我覺得滿幸運的 就是還好就是我的家庭的 就家庭的 就我遇到我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姐姐都 都是很不錯的